来看到中国新闻真相报道 日前上海有致癌毒效服事件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上海当局声称 警方已经开始调查涉案服装厂 不过民众则是表示不抱太大希望 根据中共官媒新华社2月26号报道 上海警方已经对生产毒效服的 上海欧侠时装公司正式立案调查 但是不少民众担心此事最终会不了了之 其实中国校服质量问题 之前已经被多次曝光 这是没有引起有关当局的重视 现在连小孩子都会自己碰到毒效服而担心 那你们还不害怕自己穿的效服是毒效服呢 有一点 你知道效服有毒的话还敢穿吗 不敢了 那学校最近有没有说不要你们穿效服啊 没有 平时都要穿 我认为我学习一直上去就是因为这效服的问题 根据相关部门透露 欧侠公司已经连续三年 被四次查出有质量问题 但是依然为上海41所学校供应效服 其背后的原因发人深思 新唐人记者张天宇拦主采访报道